关心到长州集团今天举行了董事会 前一晚张国伟秀出了王牌 指派律师宋耀明跟梁怀信 出任华光公司在长州行的法言董事 一个是政商关系相当良好 一个是擅长公司法 两人加入长州董事 也将经营权之争推向了法律攻防 长州集团内战越演越烈 张国伟赶在28号董事会前夕再出奇招 找来王牌律师宋耀明 以及梁怀信出任华光公司 在长榮航的法人董事 直接帽上兼任董事的大方长子张国华 为董事会投下震撼胆 现在张国伟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我对大方进行一个查账的动作 请两位律师进去长榮航空 也是进行所谓的监督 或者是说有机会 刺激反击的这样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目前双方的法律战 可能还要再进行一段时间 张国伟发出声明表示 长榮航空是父亲一手创立 27年来兢兢业业经营 虽然被迫离开 但依然觉得有无可回避的责任 因此决定指派律师进入长榮 这个举动也将争产大战 从经营权之争推向法律攻防 请两个律师进去长榮航空 其实目的也就是让这两个律师 去了解长榮航空的状况 正是摸清这个长榮航空 到底有多少东西 这样的话都有助于 日后再打这个遗产官司 现在张国伟的立场是 希望速战速决 但是站在大访的立场 我相信他会能拖就拖 律师宋耀明在这次争夺战之中 被视为张国伟的主要窗口 挟着犀利口条 过去为马英九打赢 特别废案政商关系相当良好 还有屡屡创造以小博大奇迹的律师 梁怀信更是灵魂角色 近期还为西平挡下日月光合并一案 再度引起注目 过去参加的几桩超级大案 更让人看得出来梁怀信 尤其擅长公司法 王子复仇记险其求活 打出两张王牌大律师 期盼为自己在父亲的遗产之战中 杀出重围 郁邓TV的王浩 李子萱 台北报导